Hello大家好,我是达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道开发馒头 首先把三克的白糖倒入四克酱母里面 搅拌均匀 大概拿一条干的温水 把它搅拌均匀,放在一边激活 大概是这样的形状之后 然后把它倒入80克低筋面粉里面 这里的温水是90克 全部把它倒进去 搅拌均匀光滑 搅拌均匀光滑后 拿保鲜膜封住 放在暖气旁边发酵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后 大概是这样的形状 然后把它倒入搅拌机里面 再加220克低筋面粉 140克温水 开得最慢的档 把它打光滑均匀 准备一个大的网 倒适量的玉米油 薄薄的刷一层,放在一边备用 大概是这样的形状 然后把它取出来后 把保鲜膜封住 放在温的地方 发酵12个小时左右 12个小时后 就会变成这样的形状出来 拜拜 拜拜 145克白糖 20克猪油 开的最慢的档打到它白糖融化之后 再倒入3滴的碱水 倒好减水后 继续打10分钟左右 把15克抛打粉倒入140克低筋面粉这个碗里面 把它搅拌均匀 大概搅拌到这样的形状了 然后把这碗也倒进去 继续开的慢挡 搅拌到它非常光滑 成团 这个面团就可以了 所以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把保鲜膜封住 放在这里十分钟后 就可以做了 先把它切一半出来 非常简单的 把它搓成墙条 今天这里的面团 大概可以做12克开发馒头 每一个剂子 大概60克左右 开水大火蒸10分钟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 别忘记帮我节目点个赞 还没订阅的朋友 你就订阅一下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你的支持 今天的节目 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的支持和收看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